我们来关心房地产市场 从8月以来台海局势的紧张 加上中共的军演还有无人机 不断的来骚扰金门 到底会不会除了影响到地缘政治 影响到两岸的震惊局势 跟金融市场之外 也会影响到房市的信心 影响到房市的交易量吗 我们要请到大全哥帮我们来做解读 大全哥我们从这个历史经验来做观察 台海两岸局势紧张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危机入市买房的好时机呢 明冷你自己是财经专家 我们想一定听过一句话 观众朋友也很熟悉 大炮一想 黄金万两 对啊 那风雨飘摇呢 深信心 房地产统高 房地产统高 来我们看一下三十年 三十年的这条线 当然这不是什么K线 我们看一下这房地产的交易量 来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一次 从1992年线到2021年 三十年 这个是什么概念 这叫一年成交五十万间房子 这是哪一年 啪 1996 还记得什么事情吗 台海危机 两国论案台海危机 好OK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时在讲说 1996台海危机 然后房地产出现抛售潮 听过吧 对 我这句话讲了一半 不对 为什么不对 因为抛售的概念 是丢出去没有人要 如果丢出去有人捡了 那叫成交 这么大的量代表 有人在抛售 但是很多人来接 很多人接 而且是三十年 到目前为止 最高的一个五十万栋 就是不管之前抛了多少 起码五十万人接了房子 这才叫重点 这一段时间 你一直讲少子化 大房要跌 房子赔售就是爽了 什么这么一大堆 其实我们再看到 湘民也好 我觉得是这样讲 其实有情绪 是可以理解的 对 但是实际上 市场才是最后的裁判 什么叫市场 这条绿色的线 就是房价走势 我们看到后来 就变成这样的结果 市场告诉了答案 大银哥 可是今年的房市 除了一般的住宅 在讲之外 是不是连豪宅的市场 都还是居高不下 豪宅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这里头看到 几个最多的字叫什么 大鞍 还有什么 信义 有没有 这几个就是 蛋黄中的蛋黄 它有三个共同的特色 第一个地段无可取代 没了嘛 卖一个少一个 对 第二个叫做控制率很低 老实讲 这些都不会 什么在中间店头 贴满满 然后什么 没有 你可能半年一间吧 有没有人拿出来丢 可能他可能还不见得 会拿出来丢 对 我很多专家学者说 看点灯率 那你就状况太差 你去看地堡外面的点灯率 你说 他不见得是买来住的 当然就不是吧 所以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很好笑 第三个问题在哪里 你说第一个是 他的地段要无可取代 第二个是说 他的点灯率 空护率要低 像生活技能 不用讲 大安森林公园 什么信义计划区 生活技能 你要去看那个 捍卫战士 就走两步路就到了 电影院 对不对 电影院 生活技能 百货公司各方面 这其实就是代表保证 是 你不要先讲豪不好 你买不到那个生活技能 好 不过这个大全哥 台北市的豪宅 真的是让人高不可怕 如果现在这个豪宅 地点难以取代 价格它就是撑在 这么高的地方 台湾放眼全台 还有其他区域的豪宅特区 未来还有补涨空间吗 是 当然有 当然有 其实我们要讲的话 就是说 其实很多城市都在看好 像中南部 现在不是说 南部有台积电效应 对不对 中部的话 其实最厉害就是台中的七旗 那你看看台北的新一级化区 看看台中七旗 大概就知道怎么回事 观众朋友 如果你说你真的不知道 七旗怎么样 你去看一下 好不好 我们就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特别准备的这支VCR 到底现在台中七旗的生活机能如何 有哪一些重大的公共建设 我们来看一下 新颖建筑景观生态 汇聚机能与生活美学 台中七旗形成台湾新的豪宅聚落 圆湖曲线由五十八面驱墙组成 这里是台中国家歌剧院 由于独特的外形设计 进了不少人来这里拍照 打塔 享受人文 艺术气息 除了歌剧院市政府市议会 百货和国际级饭店全进驻 新市政核心生活圈成型 交通更拥有优势 快速衔接过到一号台七十四件 离台中高铁站更只要约十分钟车程 未来更有集运蓝绿线四通八达 七旗除了十一住行方便之外 它还具有着时尚 艺文金龙的一个特质 未来的话即将有成品的一个进驻 那还有一个五星级的饭店 也会落脚在七旗 走在台中七旗宛如置身华尔街 贵气十足 在这一波买房抗通通的趋势下 也吸引不少企业下买单 以往在七旗前十年的话 大部分是百货桃债 因为以前 以往的消费者普遍来说 都是三代同堂 想要三代同堂 那现在大部分的消费者 比较希望的是三代同堂 住在同一个社区 有个造益有个照顾 完善机能 保值性和增值空间 受到青睐 让七旗成为耀眼的富人聚落 东森 财经新闻 综合报道 大全哥我们看到这个七旗周边 它整个这个生活机能 环境 还有这个绿印环绕 真的蛮有这种纽约曼哈顿的氛围 那它目前的一个房价 大概落在什么样的价格 事实上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你打开十价登陆的网站去看 西屯区 七旗所在的西屯区 最高的成交价 已经到97.2万一坪了 它距离一百万 就剩一公分 一公分 那眼看的就 我们当然不是说炒房 但是那是十价登陆的资料 十价登陆的资料 其实其实为什么这么厉害 其实它具有很多各方面的条件 就政府当时在规划的时候 就做了很多很特殊的建设 我们刚才看到影片里头 不是有那个一东李雄的 那个国家歌剧院 国家歌剧院 现在已经变成知名的 网美景点 你看看那种房子 多难盖 你知道之前要发包 发不出去 因为它没有一条直线 房子没有一条直线 你怎么盖啊 这就很厉害了 设计师的功力 对 所以是设计师的功力 所以我们看国家歌剧院 这个绿原道也是超级无敌大 秋红谷这些地方 我相信观众朋友 你们真的有 自己台中的人都不要讲了 你去那边晃一晃 台北送你去看看 人家真的不会比信息计划去差 甚至它那个尺度感 其实比信息计划去更好 有几个重点我要讲 因为它的尺度感 它的各方面条件好 有一个特色 我要在那边特别说明一下 它在哪里 因为它的基地大 所以台中的七期是 国际级建筑大师 最密集的一个地方 是全台湾 什么普利之奖 什么不得了的国际 就有很多的建筑 指标的建筑 都是国际知名的设计师设计 是 这个东西代表什么意思 第一个 它的布料好 所以裁出来才会漂亮 第二个是说 台中人的品位也够了 口袋也够了 看得懂比较重要 有的时候你做得太好 让他们看不 歪歪扭扭什么东西 台中品位是很好 而且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台中七期是什么人在住 现在台中七期 慢慢开始有这种 所谓二代组 而且接班的 陆续开始在这些地方 所以代表这个区域的前景 其实事实上 年轻人看好 不只是老人家看好 是年轻人看好 是这个企业的 未来的这个核心人士 都看好 当然前景就看好 那也难怪 有这么多的这个企业家 二代上市柜公司的 这个家族 住在这个地方 难怪这边陆陆续续 也都有国际级的饭店 交通建设也都来 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千万不要认为台中酒店多 不是 这不是酒店 这不是酒店 不要因为它名字叫酒店 它是高级饭店 高级饭店 而且每个都高级的 Burr亮 Burr亮的 对 那这个地方好做 还有它的交通的条件 特别特别的好